若实学者未能破相 什么叫破相呢 直到念念不可得就破相 吉相离相 他不知足了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他心地清净 没有起心 没有懂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叫理想 这不是我们初学的人 初学的人做不到 所以为理想呢 但能一向专制 这里头最重要就是专制 我们一向不要紧 用妄想可以 只要你专到极处 专念阿弥陀佛 你看本经 修行宗旨 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那个一向专念 就是此地家的一向专念 你这依靠 阿弥陀佛的想 依靠极乐世界的想 念念 只求极乐世界 只求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决定往生 要紧的 不要疑惑 决定不疑惑 你就决定得生 疑惑呢 也能够生 生到边地一层 就 何必要疑呢 能够完全不疑 那就是 这一步经 要真正用心去学习 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以后就没有了 没有一个不放生 遇到这个法门 那是过去身中 无量的善根 曾经供养 祝佛如来 得祝佛如来的加持 你才能遇得到 遇到之后 你能相信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发心 发什么心 发心求生 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 成佛之后 就道价慈航 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 那就不是到这一个世界了 舍父王祝福 无量无边的插图 绝大多数 里面都有六道轮回 到六道的世界 都众生 到极乐世界 你就都见到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业障深重 没法子 见不到 可是记住 前面经上说得很清楚 真正是 一句佛号 灭八十亿界生死终罪 这个一定不假 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 没有这种效果 没有效果 我们没有执行 没有专制 专制就会起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念佛当然能灭罪 灭不了这么多 如果是专制 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就想离开这个世界 就想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心 念佛 真的 一念 消八十亿界 孙思终罪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罪业也差不多都消尽 佛经上这样的话 句句都是真实的 绝没有一句是假话 佛是方便说 不是 佛句句是真实说 道哲大师 此言 这上面 四这个三行半 你看 安乐集上讲的 全是道哲大师说的 道哲此言 破开 破开 祝福 迷藏 这一段开始 讲的太好了 执行 尽中心碎 那黄念族老句是这两句 讲的非常恰当 确实 祝福 迷藏 尽中心碎 淡然 信受奉献 异象专制 老师念旭 众位于立项 决定往生 进度 我们如果想这一生 到基督世界去 你就一教修行 没有一个保皇神 这个经 我们快讲完了 这一遍停下来 一年 这是一年多的时间 值得了 非常值得了 真的把西方极乐世界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废去不可 对这个世界 千万别再留念 要知道这个机会 比什么都难得 真的要信受奉献 真正相信 完全接受 一教奉献 像暗路级上所说的 我们一厢专制 经上讲 极乐世界 一真装严之相 关键 核心就在专制 专到极处 叫专制 专到极处 才真正教老师念佛 立相 那是大菩萨的事情 不是凡夫 摄法界里面的人 都没有立相 摄法界 你看 阿罗汉 疲之佛 菩萨 跟摄法界的佛 都没有立相 立相是 法身 菩萨 他们不住在摄法界 他们住在 祝佛如来 食报 壮严土 那是理想 摄法界以内的 统统是 一相专制 没有一个往生 决定往生进度 不住在